颜妃 颜妃 我爹说了 你们的官司呢 他已经全部都摆平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你们就可以在大上海 当你们的大侦探了 谢谢 还有 你看 既然你都救了我两次了 所以呢 这就是命中注定的缘分 从今以后 你跟定我了 颜妃 你走了什么好月啊 我救你 只是为了救我爹和我自己 不需要你回报我 女孩子家要矜持一些 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不过没关系 不过没关系 我就喜欢你这德行 反正 你愿不愿意无所谓 我喜欢就行了 我 你看 因为你 我才得到了另外半块几阳石 以后 我的体温 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了 所以 这个 就当做咱们俩的定情性物 怎么样 好 积阳石万万不可相合 爹 颜叔 爹 吉阳二十相合 将汇聚强力磁场能量 会造成天启六年一样的大爆炸 段小姐 你也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吧 不想 吉阳师你只能留一块 另一块 另一块必须销毁 可是 可是如果我只有一块吉阳石的话 那我的体温 还是会比正常人低一些 有颜飞的温暖 那还补不会差那几度吗 那倒是 好吧 那我选颜飞 这个石头嘛 我就不要了 颜伯伯给您吧 东石无用 不会再有人 给予你的吉阳石了 一定要好好保护好他 这可是你的命啊 我说颜叔 你回来也不带上人喘口气的 你倒是说说 你跑路的时候怎么不带上我 谁说我跑路了 我一早就告诉过你 黑帮的那个宝贝乃上古遗物 洞光珠珠敬一尺 黑如点墨 玄照云日 百神不能引其精灵 洞光珠遗物若所用非成 将是日新饮药 王氏凡人 没有能力去毁灭这些神物 只能带给一位世外神人 交给他 让他来处理 什么神人 这个你暂时不必知道 我先把吉阳石带给他销毁 然后再回来跟你团聚 严叔啊 你真是来去如风啊 爹 侦探社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我等您回来 小飞 我相信你